69、大公報 再差與更差之間希臘民眾選擇信從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2大公報信 綜合美國紐約時報 英國《維報》報導 很多希臘人雖然在5日的公投仲對緊縮說不 但對於總理齊普拉斯提出的新方案 民眾還是選擇信從了 無奈接受進一步的緊縮 在希臘向債權人提交新方案之後 希臘街頭蔓延其與外魯 經歷了五年緊縮日子的民眾 仍在努力消發者一消息 在社交網絡推特上 有人發起向齊普拉斯解釋我們為什麼說不得行動 在第二大城市塞海薩諾尼基 一家玩具店的東主斯克拉姆奴有理由感到失望 他自然在公投中投下了反對票 但不到一周時間 希臘政府卻向債權人跪低 斯克拉姆奴重申自己支持齊普拉斯 他說 但我不覺得被背叛了 他 嘗試找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但他除了這樣就什麼都做不到 而我希望他留在政府中 嘗試做設他準備做的事 如果新方案成為救助方案的基礎 事情將會更糟 到時企業稅就會上調 斯克拉姆奴說 但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已經對緊肅而不是歐盟說不了 這種信蟲的感覺也被該店附近之名連鎖 超市Abbvassilipolis的顧客反映出來 新方案要求食物的增值稅設定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三 顧客即將面對加價 此刻 五十歲婦人托里拿光額堆集貨部出店外 他 說 我只是買我需要買的東西吧 不買額外的東西了 我不知道現在會發生什麼事 但托里也接受進一步的緊縮了 說道 我們要在以差與更差之間作出選擇 因此我寧願選差